美国海军称 1月4号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海域首次引爆一艘载有爆炸物的无人艇 胡塞武装为何不惧美英等国的所谓最后通牒 美军会否对其下狠手 红海局势紧张之际 伊朗驱逐舰进入 对外发出什么声音 此外 美军再次延续卡塔尔乌黛德基地使用期限 折射美国怎样中东战略 近段时间以来 胡塞武装还跟美军发生直接冲突 当地时间1月4号 一艘武装无人艇从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地区发射 在距离美国海军和商船几英里处被引爆 美国海军中东行动负责人布拉德·库珀表示 这是胡塞武装自红海危机以来首次使用无人水面舰艇 而就在前一天 美国 英国 德国 日本和加拿大等13个国家签署联合声明 对胡塞武装发出了所谓最后警告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莱德没有透露是否会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但他强调如果胡塞武装的袭击不停止将面临后果 很显然胡塞武装完全不具所谓的最后通牒 至于为什么用无人艇自爆 是因为上个月底美军在鸿海水域出动舰载直升机 对胡塞武装的四艘小艇发动导弹袭击击沉三艘 造成十人死亡 事件发生后胡塞武装发言人宣称要和美国进行史无前例的战争 那如果跟美国护航的这十几个国家 如果打击也门胡塞武装 那把这十几个国家又给拉进来了 所以我们看就是美军和胡塞武装在鸿海的这种对抗 已经把他的这种冲突就外溢了 实际上就是引发了巴以冲突的这种外溢 西方媒体一直宣称胡塞武装的行动得到伊朗支持 在鸿海局势紧张之际 伊朗海军派军舰进入备受关注 此举被指是在挑战美国牵头组舰的鸿海护航联盟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月1号报道 伊朗海军厄尔布尔什号驱逐舰 已经通过曼德海峡驶入鸿海 报道并未说明厄尔布尔什号驱逐舰 进入鸿海水域的具体时间和具体原因 但强调伊朗海军自2009年以来 一直在这一地区开展行动 以保障航道安全 打击海盗 以及执行其他任务 那说伊朗它并不可能控制地中海 也不可能控制直布罗托海峡 但是它可以控制波斯湾 它进入鸿海之后 它并不是要直接和美国的军舰 或者是美国的这个护航的联盟 直接进行海上的攻击战 而是说我的舰艇就在家门口 就在你们的眼皮底下 你不敢动 因为他们如果敢打伊朗的这个军舰的话 那么这个整个就形成了一个交战的态势 和大家印象中 伊斯兰革命卫队经常以小艇出击的画面不同 伊朗海军是有一定海上实力的 也有水面作战舰艇 这次出航红海的厄尔布尔士号 就是其中的代表 那么伊朗海军的厄尔布尔士号驱逐舰 战力如何 在红海局 阿尔万德级驱逐舰上的老旧武器 于是开始全世界选购先进反舰 意味着福特号的第一次军事部署即将结束 请教一下杜先生 您是如何来评价福特号第一次军事部署的表现 为何在中东局势紧张之际选择撤离呢 福特号在去年5月2号离开美国本土 到达欧洲进行一连之后 又部署到地中海地区 为期已经7个多月 按照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声明 已经三次延长部署 说明在首次海外实战部署的过程中 福特号显示出了一定的作战能力 但也看出了福特号的一些缺陷 这次之所以急匆匆的向美国本土反围 进行维护和保障 据美国媒体反映 它的弹射起飞和拦阻系统出现重大故障 平均成功概率只有15% 这样的出航会对整个飞行 揍成严重威胁 也说明福特号的核心设施 包括之前所担忧的事件 在这次部署过程中全部展现出来 所以这次回港 如果能够进行维护补给补充 能够再次执行作战任务 才能够对福特号 未来作战行动的效率 产生一定的评价 总之这次出航虽然时间太长 但是从出航的质量 包括所显示出的打击能力来看 与美国之前的预想有天地之差 近日美空军一架B.E.B.战略轰炸机 在南达科他州坠毁 不久前 另一架B.E.B.因发生故障 迫降日本加首纳基地 这引发了外界对这款轰炸机 安全性的关注 作为美空军战略轰炸机 三架马车之一 昔日宠儿B.E.B.枪骑兵 有哪些难言之隐 着眼大国竞争 美军欲重启天宁岛战略轰炸机基地 有重用B.E.B.势头 如今看来是否不堪重用 本期节目评论员杜文勇 黄国志共同在线 深入解读 马上掌握最新消息 当地时间1月4号 美军一架B.E.B.战略轰炸机 在南达科他州 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 试图降落时坠毁 四名机组人员全部弹射逃生 有消息称这架B.E.B.坠毁原因 是由于一台发动机出现故障 再加上事发时机场气象条件恶劣 飞机在着陆过程中坠毁在跑道上 随后发生了剧烈爆炸 现场燃起大火 附近的居民都能听到爆炸的巨响 不过美国军方目前还在调查 并未公开坠机原因 在此次坠机事情发生15天前 另有一架B.E.B.轰炸机疑似发生故障 在驻日美军加首纳基地紧急降落 这是该型轰炸机首次在加首纳基地着陆 紧急降落的原因不明 B.E.B.于1985年开始服役 与B.52H B.2A并称为美空军战略轰炸机三架马车 它具有低空超音速突防 大载弹量和长航程的技术优势 最大航程达到12000千米左右 可执行远程甚至洲际打击任务 它既是美军突防速度最快的轰炸机 也是世界上载弹量最大的战略轰炸机 被称为空中炸弹卡车 B.E.B.总共有三个内置武器舱和六个武器外挂点 B.E.B.在内外旗挂武器的情况下 总载弹量高达60吨 是B.52H的两倍 B.2A的近三倍 不过B.E.B.的外挂只进行过测试 并未实际使用 所以B.E.B.通常情况下 只采用内置弹舱挂载武器 这是B.E.B.在进行超低空突防演练时 一口气投掷众多MK82舌眼 低空低足减速炸弹的情景 不过这种凌空投弹战术 几乎不可能出现在未来大国对抗的战场上 轰炸机自身就很容易被地面防空导弹击落 因此B.E.B.平时主要携带 包括HM-158联合防具外空对地导弹 HM-86巡航导弹等多款导弹 B.E.B.时它还可以挂在美军空机核弹 比如携带W-80核弹头的HM-86B 美国空军最初一共装备了100多架B.E.B.战略轰炸机 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第一次参加实战 在后面的几次局部战争中都有它的身影表现不俗 比如在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里 美国空军派出的8架B.E.B.所投炸弹 就占到了当年美军所有战机投弹量的40% 然而功臣的光环没有维持很久就暗淡下去了 B.E.B.号称是美军历史上最复杂的飞机 它的零件种类和数量远超过其他飞机 经常因为零部件短缺导致难以执行任务 而且维护保养一架B.E.B.还需要60多名专业的地勤人员 也给维护工作带来沉重的负担 再加上美国后来的军事行动主要以局部小规模作战为主 出动战斗机就能够满足作战需求 使得B.E.B.大载弹量的优势几乎荡然无存 而娇贵的缺点越来越明显 经常趴窝成为机库女王 2019年官方公布的数字是46.42% 妥善率位列美国空军现役机型倒数第四 主力作战机种倒数第一 而按照2019年美国空军时报的一份统计来看 当时全部62架B.E.B.中 具备完整作战能力的只有6架 其妥善率还不到10% 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 B.E.B.的服役数量正在不断削减 2021年更是一次性退役了其中 基零最长最老旧的17架 将现役B.E.B.的数量减少至45架 如今仅剩44架 按照计划这些B.E.B.也将从2032年开始 退役到2038年结束 因为B.E.B.有两个特殊能力 是其他这种战略轰炸机所不具备的 一个就是它具备这种超音速的突防能力 对敌方的具备一定的防空系统 保护的这些目标的一种战术 同时B.E.B.还具备这种低空突防的能力 也就是说贴着地或者说贴着海飞 对于我们雷达侦测或者说是远距离发现 还是有比较大的难度的 所以说这种飞机虽然说它型号比较老 包括它的故障率也比较高 但是对于美国来讲 它暂时还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型号的存在 日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以美国空军将重启 曾用于发动投掷原子弹的太平洋机场 以其对抗中国为题报道称 美国太平洋空军方面向其证实 位于西太平洋的天宁岛的机场改造工作 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司令肯尼斯·威尔斯巴赫 此前表示 美国空军正在加紧重启天宁岛北方机场和天宁岛国际机场 当地美军从现在到夏季的主要目标是清理丛林 天宁岛位于关岛以北约160公里处 属于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 美国海外自治邦 与东北亚东南亚的距离不到3000公里 地缘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天宁岛曾是美国的空军基地 1945年 美军B-29轰炸机携带原子弹 从天宁岛起飞 轰炸广岛和长崎 二战结束后 该基地被弃用 2003年 美军重返天宁岛开始修缮岛上机场 成为美军的训练基地 按照美军的说法 重启天宁岛机场的目的 是为了实施所谓的敏捷作战部署 所谓的敏捷作战部署 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因为美军在漫长的第二岛链上 真正自有的军事基地只有关岛一个 而随着潜在对手 中远程导弹打击能力的进一步增强 美军在关岛上的安德森空军基地 也难以自保 在这种情况下 天宁岛机场一旦重新启用 不仅可以跟关岛上的安德森空军基地 互成脊脚之势 以实现相互拱卫的目的 而且可以承接从安德森空军基地 撤退和转移下来的飞机 以此来保存美军飞机的战力 值得指出的是 在美国重返大国竞争的背景下 BLB近年来的出境率又有了一定的回升 并时常派出部署在关岛安德森基地的BLB 在西泰上空巡航 有分析指出 BLB除了展示威慑 可能还在巡航期间模拟演练反舰战术 美军的主要战术是 从关岛起飞BLB战略轰炸机 通过复杂航路飞行 实施饱和导弹打击 大规模发射HM-158C远程反舰导弹 然后再返回安德森空军基地 据了解 美空军全球打击战略司令部的 一个战略轰炸机大队 通常下辖12架BLB 如果在一次大规模行动中 触动两个大队 一共24架BLB轰炸机 就能一次骑射288枚HM-158C 在理论上可以重创或击沉 50艘以上的大型水面战舰 BLB对水面舰队的威胁 甚至要超过美海军的反舰力量 然而尽管美国空军 花费大量资金和人力 希望提高BLB的战备水平 妥善率问题仍是一大困扰 在BLB出动率提高的同时 事故率也急剧攀升 曾多次出现故障 导致飞行任务中断 B-2隐身轰炸机 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 美国空击和打击力量的绝对中间 它的行踪通常高度保密 其海外部署计划 往往被外界视为美军攻击矛头的指向 然而B-2轰炸机 却出乎外界意料的要提前退役 据报道 为了追求能突破全球 任何一个国家的防控网络的隐身性能 B-2单机价格高达24亿美元 机身的隐身涂料还需要在特殊恒温恒湿环境下保养 不能进行海外部署 另外 B-2平均每飞行一小时 就要在地面进行47小时维护 美国空军每年都要为此花费近10亿美元 考虑到以如今的技术来看 B-2的隐身技术已经不再那么先进 而且它的内部弹舱容积有限 无法携带美军研制中的高超音速导弹 威慑力大打折扣 近年来还事故频发 根据美军的规划 B-2隐身轰炸机将于21世纪30年代初开始退役 目前 美国将希望寄托在新一代战略轰炸机B-21上 去年11月 B-21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姆戴尔 进行了首次试飞 试飞检验的性能包括轰炸机航程 打击能力和稳定性 根据美国空军披露的消息 B-21轰炸机最终的采购量将达到200架左右 未来它将完全取代B-1B、B-2A两款现役战略轰炸机 据了解 B-21采用飞翼气动布局 机身外形尺寸小于美军现役B-2A幽灵战略轰炸机 最大航程和载弹量都要小得多 但完全继承了B-2A的隐身总体设计 也被人称为B-2A的缩小版 B-21轰炸机由美国诺格公司研发制造 在全美国有40个州将近400余家公司为其提供零配件 整个研制生产的总费用将超过320亿美元 其生产维护成本与B-2A相比大大降低 每架轰炸机的采购成本约7亿美元 从而避免了B-2A轰炸机生产维护成本过高 导致无法批量生产制造 且不能在海外基地部署的缺陷 B-2A这个轰炸机本身它具备第一是非常之强的隐身作战能力 第二实际上它智能化程度也非常之高 第三它拥有未来非常之重要的一个技术指标 就是可以与无人机协同作战 那么这个在未来战争之中是非常之重要的 比如说美国的中程辽机计划 所以说B-2A是一种未来的轰炸机形态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B-1B被称为机库女王 而近年来美空军明显加大了B-1B的出动率 经常出现在亚太上空 请教一下杜先生 这是为什么呢 B-1B在亚太的威胁有多大呢 B-1B是美国空中战略马车三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近年的情况去分析并不景气 冷战期间高空高速突发 高空低的突发 变后留意技术 但是时代近迁 目前它的基本技能已经完全落后 但目前在全球热点战略威慑过程中 仍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比如它的速度快航程远 而且和战斗机进行编队 相互之间的协同动作容易保持 所以在欧洲地区 亚太地区频繁出现 特别是在半岛地区 进行各种演练行动 在关岛地区 与日本韩国空中演练行动也是常态化 也说明呢 这种车间皇后 包括维修皇后 目前正在美国大国竞争空中战略中 发挥一定的作用 但是随着B-2L轰炸机的陆续问世 这种轰炸机迟早要被淘汰 维护成本太高 而且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出现过很多次严重故障 所以和目前空中战略打击形态的 基本需求相比 B-1B已经是昔日黄化 短片中提到美空军计划 重新启用天宁岛上的机场 以对抗中国 这意味着包括战略轰炸机在内的 美空军所有机型 都可能重返这个曾向日本 发动投掷原子弹的西太机场 请教一下杜先生 您是如何来看美空军 试图炒作中国议题 来强化西太部署 放大中国威胁 放大中国导弹威胁 这是美国强化导链战略的重要借口 如果在天宁岛修建机场 包括进行其他进攻防御设施的改进 说明在二岛链最核心 最重要的位置上 美国并不放心 如果关岛能够固入金汤 也不会在天宁岛如此大型土木 实际上天宁岛的修建 是要进行第二个关岛的组建 形成二岛链上的双备份 按照目前这种战略打击位置 包括作战形态去分析 美国正在把岛链战略 从防向攻转进 如果围绕着关岛天宁岛 包括帕劳 以及其他二岛链的核心位置 修建大型机场 包括远程武器装备攻击阵地 这二岛链就会成为攻击前沿 对美国大国竞争 印太战略 导链战略的改变 会发生大的变化和调整 总之美国在周边 进行的各种大国竞争 基础设施的改建 都说明了 进攻是核心 围绕着导链的围堵攻击性部署 也是核心 这与美国2024年即将开始的 围绕中国的多层次火力打击环系列 密切想法 自俄乌冲突以来 俄军大量使用KH-101巡航导弹 对乌克兰目标展开空袭 日前KH-101像战斗机直升机一样 在飞行过程中释放出干扰弹的 星战法曝光引发外界关注 那么作为俄军 住院心理次之一 KH-101究竟有哪些创新 攻击能力又如何 KH-101空射巡航导弹 是在苏联时期KH-55 项目基础上改进的型号 其全长为7.6米 直径约为0.75米 翼展4.3米 发射重量2.2到2.4吨 采用400公斤常规战斗布 如果采用核弹头 型号名则变为KH-102 使用的是一枚25万吨天梯当量的核弹头 动力系统方面 KH-101采用的是可伸缩的吊挂式 微型涡扇发动机 最大的射程为3000到3500千米 最大速度约0.9马赫 巡航速度在0.6马赫到0.8马赫之间 采用核弹头的KH-102 在最大射程上更远 可达5000到5500千米 这样就能够在敌方防区外进行发射 确保载机的安全 KH-101的一大特点是很难被拦截 这得益于其采用了更多先进的突防技术 首先蛋体截面是比较扁平的零形截面 而且蛋体表面还有隐身涂层 使得雷达反射截面积大为减小 俄方的说法是KH-101的雷达反射截面积 只有0.01平方米和一只鸟差不多 再加上KH-101还可采用超低空突防模式 最低突防飞行高度可低至30到60米 因此在飞行过程中不容易被敌方雷达发现 此外KH-101在头部两侧还分别加装了 12个L504型干扰弹抛射管 可以抛射24枚红外和薄条干扰弹 对敌防空导弹进行诱骗 从而增强突防能力 在打击精度方面 KH-101在世界同类远程巡航导弹中属于中上水平 在10米左右是因为其使用了 惯性加新型格罗纳斯卫星定位系统 加数字式地形匹配系统的复合制导方式 甚至还有说法称其在飞行末端 还有电视或红外成像制导方式 不仅打得准 KH-101还能在飞行过程中 接收有关路线和目标坐标的综合信息 重新定位打击目标 具有很强的打击灵活性 由于弹体较大较重 一般的战斗机搭载不了 KH-101巡航导弹的主要载机是 图95MS和图160战略轰炸机 俄军公布的信息也显示 图160以内部弹舱的旋转挂架进行挂载 总共可携带12枚 图95MS主要进行外挂 两侧机翼下方总共可挂8枚 这样一次出击就可以对众多建筑物 进行毁灭式破坏 2015年11月俄军在叙利亚的行动中 首次将KH-101巡航导弹投入实战 就多次摧毁敌军的重要军事设施 自2022年2月以来 KH-101又被用于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中 面对乌军按照苏联标准建造的防空系统 KH-101依然表现出色 屡屡突破雷达探测区和防空导弹杀伤区 最终精准集中目标 在最近几轮俄对乌克兰基辅 以及敖德萨等地的空袭中 俄军也都使用了大量的KH-101 不难判断在俄军未来的战场规划中 这款巡航导弹必将承担更多的任务 而它自带干扰弹的设计 还可能会极大的影响 未来各国巡航导弹的设计思路